人蛇集团现在盯上台湾的大学生了吗 台中静怡大学有移民二年级的灵性女大生 失踪超过一个星期 家属非常的着急 警方查出女大生在上个月30号 上午8点钟左右 已经搭乘长荣航空的班机出境 目的本来是要飞往英国伦敦 但是呢 却是在中庭泰国曼谷的时候下飞机 最近消息是 经过刑事局国际科 铸泰联络官的协助调查 确定人已经入境 缅甸仰光 一次人一下飞机 就被人蛇集团给掳走 而教育部也统计了 去年5月份到现在 海外打工诈骗案件 还有5个人还在协巡当中 女大生走在人行道上被拍下 绑着马尾 穿着一身黑 左手拎着安全帽 肩上还背着背包 短短几秒钟 画面竟成了她失踪前的最后身影 20岁灵性女大生 就读静怡大学2年级 试炼后家属交集po文协巡 公开女大生特征 包含手机和社群账号都停摆 担心遭人蛇集团给控制 有相约 家属时时等不到 手机打了二三十通 也都没人接 还起疑心 来向我请求协助 女大生十年超过一个礼拜 警方追查 她的手机并没有随身携带 而是在前男友手上 两人曾经交往同居 还共用手机 但分手后 手机送给前男友 租屋处也已经人去楼空 女大生的妈妈 二号去过租屋处 发现一个手机空盒才让警方追出 她有申办立个门号 最后关机时间是三十号上午八点左右 通联位置是桃园机场附近 向移民署确认证实 女大生已经搭机出警 而且还疑似 有人陪同 目的地是英国伦敦却在转机点 泰国曼谷下飞机 由于女大生入境泰国后 又在打开手机 警方还查出女大生的前男友 曾有诈欺前科 警方透过外交管道 确定女大生持护照 入境缅甸仰光 推断一下飞机 就被人蛇集团掳走的可能性高 后续正积极和女大生联系 确认是否平安 借台中纵不得